是 我按下開始見的那一秒的時候 直接到地上了 呃 大家晚安 調整一下 嘿 我有兩個,要帶哪一個啊? 這是神色的,好像跟頭髮也是很近 然後有個淺色的 感覺可以帶淺色的嗎? 淺色是不是 不太適合了 好好笑 我覺得好像太亮了 耶 排報超反光耶,嚇死了 大家晚安啊 晚安 不過穿的套制服超可愛 謝謝 對的,有時間 第一時間就想 發好看的照片給大家看 嘿嘿,如何 因為我們 前幾天去六福村玩 然後就拍了很多照片 所以我就想說,有時間就趕快發一發 謝謝歡迎的甜心整理 不過這想要是拿我的陰影盤 稍等我一下,因為我覺得我的臉也沒陰影 好,我們不肯定 阿倫在介紹什麼美妝 其實我只是要補美眼 就前幾天去那個略福村 然後我就拍到手機沒空間 所以我就臨時把LonLive刪掉 然後先拍照 然後回家清完空間 再趕快把LonLive再回來 然後我就很擔心 萬一就是LonLive再不回來怎麼辦 所以我就很心虛 所以我剛剛試了一下竟然載回來了 哈囉 大家晚安 請稍等一下 欸 我不需要這個鏡子 請稍等一下 我要打鼻子 太勇敢了 對啊 我偷偷把我的 我的LonLive給刪了 因為我沒有空間拍照 當下去拍照當然是拍照第一啊 然後我就先顧著拍照 然後想說 啊一定膽的回來的啦 然後回家都其實一直有擔心說會不會打回來 因為 難說啊 前面有差嗎 應該有差吧 今天感覺很多東西可以聊喔 大家晚安 今天趕快來先看我 補一下筆 如何打造完美3D筆 還是因為是光的關係啊 因為光超亮的 然後我整個人就是像這個 超白的人 刪遊戲比較實在吧 我沒有辦法刪遊戲 因為我回去的時候在車上我必須要玩遊戲 哈哈 而且我很怕我遊戲刪的然後就 因為我遊戲已經夠少了 你們知道我手機裡面有3萬張照片 應該很多人會覺得很誇張 我自己覺得很誇張 因為我真的就是一個 很懶得刪照片的人 然後 我是一個念舊的人 所以我的手機真的很多照片 3萬張喔 不開玩笑 已經朝4萬張賣進了 3萬張 刪一些沒用的照片影片喔 我偶爾會這樣做 就是偶爾會刪一些 我覺得沒有用的照片或影片 然後 發現數量不多 所以成效其實沒有很強 大家晚安 而且我最近都一直畫一些很粉紅的妝 我染這個頭髮染到現在阿 我還沒有畫過別的顏色的妝 我每年都畫紅色的 因為我就覺得紅色很好看 就是 應該說很配這個頭髮嘛 現在每天都曾經在新髮色的喜悅當中 我們去六湖村的時候 然後 李夢寶很認真地跟我講說 我覺得你一起來這顆頭髮真的整個顏值都上升了 然後我就覺得 天阿 真假的 所以我以前是怎麼了嗎 這個髮色很深 謝謝 謝謝LOLI的 星座浪寶 對啊 這個髮箍跟髮飾 欸 這個髮箍跟髮色很大 我還有一個比較深的 可是深的好像 我不知道哪個比較好看 所以就先戴這個 嗯 我去六湖村戴的那個髮飾是李彩杰借我的 因為 我有買這個 可是他還沒有到貨 他是 因為我寄那個電刀店 蝦皮電刀店 然後 他跟我講說 就是他到的時間 就是蝦皮電刀店不是24小時 然後他是 就是早上十點半才開 可是我們早上七點就要集合 七點多我們就集合 七八點 所以就根本就來不及去取貨 所以呢我就沒有髮箍 就臨時跟海韓借了一個髮箍 讚讚 晚安波羅小黑晚安 我直播光截圖截了七萬多張 太誇張了吧 直播截圖七萬多張 有那麼多畫面給你結嗎 謝謝 RTY送的 閃亮星紅星星 哈哈 酷 本樂買的是哪一個 本樂買的是這兩個 這兩個都是我買的 我買兩個顏色 可是我實際上跟海韓借的是 就是我頭上那個 我有點忘記我去六福村是帶什麼顏色的 是帶淺色的嗎 還是帶深色的 好像是帶深色的 我去六福村是帶深色的 然後海韓是帶淺色的 下來的是我自己的 兩個都是我自己的 比威晚安 比威 他們三個髮箍都超多吧 尤其是海韓 對啊就是海韓跟Annie Annie反而是說要帶那種迪士尼的那種髮箍 然後我就想到說 我2018年的年末那個時候 有去東京迪士尼玩 然後那時候就有買一個迷尼的髮箍 可是我零食真的是找不到他 好像被我拿去別的家放 所以我就 零食拿不出來 我就想 而且我比較想要帶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可愛 我上次看到海韓他們在直播帶這個 我就想說 我要去買一個 結果他很晚才到 安安 歡迎安安 小愛 哈囉大家晚上好 大家有看昨天的新男大主廚嗎 前陣子去錄了 新男大主廚的節目 染頭髮後整個人都不一樣 謝謝 我也很喜歡現在的髮色 就是覺得有一種 煥然異形的感覺 謝謝 小愛送的桃花和果汁 對不對你們不覺得拍得很像那個嗎 昨天有看新男大主廚 太好了 因為我這是 這是我第一次上新男大主廚 然後之前 因為TP之前就有上過新男大主廚 可是已經一段時間沒有去了嘛 然後就覺得 這次可以去參加這個節目 還蠻有趣的 因為我沒有上過料理節目 然後我以前有看過新男大主廚 對所以我就 其實蠻期待的 可是我有點蠻不安的 因為呢 我是一個很少做菜的人 什麼新陳人 其實呢 YouTube上面已經有 那大家沒有看到電視節目 可以 晚一點下播後 去看 YouTube上面的 晚點可以去看YouTube上面的喔 對 等直播結束後可以去看 YouTube上面的 對的 然後 我們四個去 現場就是有表演 一秒沒有約好 可是他沒有伴奏 就是我們一秒沒有約好 是沒有伴奏版的 所以他是純情唱 純情唱 純情唱 然後跳一小段 然後這次的主題是那個 日韓大對抗 就是 要做 就會有做日本的料理 跟韓式的料理 這樣子 然後我是 在韓式料理那一組的 然後我就跟卓文先 卓文宣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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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有點 不會折射 卓文宣姐 我們是一組的 然後我們做的是韓式辣炒豬肉 對我平常完全不會吃這種東西 因為我其實很怕辣 我其實真的很怕吃辣 所以我那時候 要做那個的時候 我有點擔心 會不會最後不敢吃 可是我覺得很好吃 就是 雖然我怕辣 可是吃了當下覺得很好吃 看起來很好吃 我覺得每一組做的東西 都蠻好吃的 就是 我覺得 斯亞他們那一組做的 韓式辣炒豬肉 就是 有一種 辣辣的 可是又有點甜甜香香的味道 所以我其實比較喜歡 就是身為一個不太吃辣的人 我會比較喜歡吃 斯亞他們那一組做的 對 雖然我是另外一組 可是我可能會比較喜歡 吃他們那一組做的 韓式辣炒豬肉 這樣子 對 因為我真的 我從小到大都不太能吃辣 就是我小時候是連胡椒粉都不碰 就是如果你去吃那種牛排罐啊 然後 不是會有那種玉米那種湯嗎 然後我媽以前就會忘記 還是不小心 就可能會在裡面加一點胡椒粉 然後我如果吃到我就會受不了 我就是完全連那個味道都不行 然後 一直到大一點以後 就是跟很多人去吃飯 就很多時候你就 不得不吃東西 不得不吃辣 就不得不跟大家一起吃辣 然後你就會慢慢的去習慣 現在已經OK了 現在 可以吃胡椒粉了 炒麵怎麼樣 我覺得哪一組炒麵比較好吃 我覺得 兩組的炒麵其實都蠻好吃的 而且那個時候錄影的時候 我記得我路行來那天 我沒有吃完餐 就是 我忘記有天天在幹嘛 我那天好像在上學 然後上完學以後 我就直接趕去 參加錄影 所以就是 還沒有吃完餐 然後我那時候錄影的時候 肚子就超餓 然後我跟李嘉莉兩個人 就一直埋頭在那邊吃 一開始其實不知道可不可以吃 太多 可是那時候看到有小碟子跟 東西可以吃 我們兩個就默默的在那邊 偷吃 李嘉莉還吃到整個背 對鏡頭 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 我們吃那個炒麵的時候 我覺得有 我記得有一組是 比較有酸味比較多 就是它的 它好像什麼 醬加比較多 然後它就是會有一種酸味 有一種甜味 我覺得蠻好吃的 因為我自己還蠻喜歡吃日式炒麵 因為我之前去一些 日本的那種大賣場 它都有那種熟食區 就是台灣的那種 日本大賣場 就是大家應該都知道是哪一間 有個企鵝的那個 然後 它就是會賣那種 日式炒麵麵包之類的 或是日式炒麵 然後我就有去買 我就蠻喜歡這種味道的 嗯? 欸好酷喔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可以 發我們的貼圖在 直播間啊 好好笑喔 哈囉 哈囉品涵 品涵的貼圖 哈囉小鈺 哈囉 笑子 反正我覺得都很好吃 就是雖然我們那一組的 辣炒豬肉很辣 可是我覺得味道其實很夠 然後它如果包生菜一起吃的話 還蠻好吃的 嗯 炒麵加香菇 我其實對香菇 不是很喜歡 尤其是煮湯的話 黑色那種香菇 不太喜歡吃 可是 如果是在那種味道很重的料理裡面的話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被蓋掉 我覺得我其實不會挑食挑到那麼龜毛 就是如果真的跟我說 不吃這個東西 世界就會毀滅的話 我應該會選擇吃 就是因為我不喜歡吃紅蘿蔔 我也不喜歡吃青椒跟那種 香菇那種東西 茄子 目前還在適應中 反正就是 你如果跟我講說 你不吃的話 世界就會毀滅 那我應該會吃 就大概就是這種 這種感覺 要我忍的話可以 還是會吃這樣子 可是我意外的還蠻喜歡吃香菜 在Line用了 截圖然後去背 我還以為是有連動之類的 我就想說太酷了吧 因為LongLive不是可以用那個 跟Line連動嗎 就是你可以用Line去辦 LongLive的帳號 所以我想說 欸該不會你在Line的貼圖 就可以直接用在LongLive了吧 這樣也太酷 啦啦啦 後面海豹是不是歪了 對啊超歪 可是 不行我一定要跟你們坦白講 我的海豹被熊熊咬壞的事情 我很難過 因為 應該說上一次 上一次直播下播也好了 三直吧 上次的直播下播後啊 然後我只是去上個廁所 然後一個不小心我回來的時候 發現熊熊是在吃我的海豹 然後我就 呃 然後林嘉尼的左上角這一塊 就被熊熊咬掉了 然後我真的是 當下真的是差點瘋掉 可是我又不能責備他 因為他只是隻貓 然後他又不懂 然後他又很可愛 所以我就不能夠怪他 上次不是講了嗎 真的嗎我上次講了嗎 唉唷 我有講過嗎 好吧我忘記了可惡 因為我跟太多人分享 所以我就有點 上次講缺一腳 所以的 他剛剛儀式又要再過來試第二次 沒關係啦 反正這個海豹 簽名沒有壞掉就好 出老現象 喂 我已經體驗過很多出老現象了 我二十歲的第一天 就腰酸背痛 我非常印象的 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剛剛講到哪 喔對 我講到 我們講到型男大主廚 然後 因為我們型男大主廚 不是穿那個嗎 一秒一秒約好的制服去參加節目 然後 然後 就大家的制服都被噴到菜 就是 就是我們在做菜的時候 都被醬汁噴到衣服 然後就很明顯這樣子 有些人很明顯 有些人沒有很明顯 然後那時候 我記得經濟姐姐在我們去錄影前 她還跟我們講說 不要噴到衣服喔 不要噴到衣服喔 然後我們就好好好 然後就每個人回去都 就是一人 殘留了一點 然後 我覺得最好笑就是 我記得斯亞她在那時候 在吃東西的時候 好像還把食物掉到裙子上面 然後她就很崩潰 然後我們也很崩潰 然後我們就 想說完蛋了完蛋了 可是 就是姐姐很厲害 就是姐姐回去以後 馬上就把衣服送洗了 所以 我們 下一次的通告 拿到衣服的時候 我就發現上面的 就是污漬已經完全沒有了 姐姐辛苦了 要被罵 真的當下想說完蛋 應該是要被罵死了 然後就 非常的害怕 哈囉 Boss 經濟姐姐直接瘋掉 真的我跟你講 她當下 感覺 我當下已經感受到她的心情有多崩潰了 她已經想說就是錄完都不會去幾點 然後我還要 洗衣服 反正就是經濟姐姐都會必備 去自比 然後還會就是必備 馬上送洗功能 她們真的很厲害又很辛苦 可是我當下真的沒有意識到我的 衣服被噴到醬 就是被噴到那個 韓式辣炒豬肉 韓式辣炒豬肉 晚安 晚安啊 大母骨 晚安 欸你們去看 我 不是去看 你們現在看 你們現在看我的指甲 這是用貼片貼的 就是 美妝店賣的貼片 這不是做指甲 這是貼片 然後你可以自己修行狀 我是食指掉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去六福春貼的 然後貼到現在 別的手指頭都沒有掉 可是我食指已經掉兩片了 可能是因為 就是食指 這隻食指最常就是做事情 可能開東西還是摳膠袋之類的 所以就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嘿嘿 喜歡 吃飯的時候掉怎麼辦 吃飯的時候掉 吃飯的時候掉 就把它一起吃下去 沒有啊 就 吃飯掉的話 就 撿起來都掉 很方便 而且比較平價 嗯哼 哈囉 歡迎戰士哈囉 哈囉 哈囉 Andy 對啊我也是熊熊 今天是熊熊正妝 最近洗頭一直覺得 就是頭髮變得越來越淺 然後就很怕自己會 自己會變金髮 因為你知道 你們知道懶頭髮 不是會瓢頭髮嗎 就是會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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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怎麼講 瓢 淺 瓢金 反正就是瓢一開始 會先變成金色 然後變金色以後再染 顏色上去 然後 一開始他瓢完頭髮 就整個變金色 我就覺得說天啊 好金喔 就很像 超級外國人的感覺 但目前感覺 不太適合走這種髮型 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想試試看 MOMO先動的 我很驚 因為 MOMO拍先動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陽光照在頭髮上面 然後就會看起來很淺 可是現在在房間裡面 就沒有那麼多陽光 先恭喜型男獲勝 謝謝 對啊我們最後就是 贏得那個 優勝 然後就有拿到禮物 就是有拿到 沾麵 就是我沒有吃過沾麵 我只有吃過整版面 然後就 第一次吃沾麵就很好吃 所以我後來就去買了 新的回來吃 然後 還有拿到一個鍋子 可是我沒有在煮菜 所以就把鍋子拿去 就是李嘉義就把鍋子帶回去 然後他很開心 他就說 我媽咪一直叫我 一定要把那個鍋子帶回去 怎樣怎樣 我就想說 笑死 覺得萌萌生動那個你還沒 什麼 那現在呢 寶寶會說中文啊 會啊 突然有點好奇 全金會是什麼樣子 我自己也蠻好奇的 就感覺 如果枕頭都染金髮的話 就真的完全不能不化妝出門了 可是我覺得 全金的話應該也會蠻鮮的吧 他拿鍋子你拿麵是嗎 我們兩個都有麵啊 只是他鍋子帶回去 因為鍋子總不能切一半嘛 就是鍋子我真的用不到 所以我就給他了 而且看到他 看到他那麼想要就想說 那給他吧 你懂嗎 就是那種渴望的眼神 你就會覺得說 捨不得 就是不把鍋子給他 所以就讓給他 你們穿的制服 有吸引到很多路人的目光嗎 有啊 就是會有很多人覺得 很有趣吧 可是其實當天 因為不是 現在最近就是 接近聖誕節嗎 所以六福村其實有很多 裝潢 就是有改變 然後有放聖誕樹啊 之類的 就是很多聖誕節氣息的 那種主題 然後 就有很多遊客跟 就是 工作人員 他們就已經會穿一些 聖誕節相關的衣服 就是很多人都穿的 很特別的衣服來 遊樂園玩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最特別的 就是我們 我覺得我們穿這樣 已經算蠻正常的 很多人還有人穿 鬼滅之刃 然後還有人穿 聖誕 超級聖誕裝 然後還有人就是 cosplay之類的 就是很多人 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所以我覺得我們已經是 很正常的一群人了 總之就是真的拍了很多照片 然後就很開心的一天 因為我真的覺得 很久沒有去遊樂園了 然後我也沒有想到 台灣的遊樂園 遊樂園 遊樂園 台灣 台灣的遊樂園 可以讓我玩得這麼盡興 應該說 也不能說盡興 就是我不知道台灣的遊樂園 其實很好拍這件事情 因為我從來沒有為了拍照去過台灣的遊樂園 我那時候去日本的迪士尼的時候 就是我會很想念去日本迪士尼的那個時光 就是很好拍照 然後所有東西都很漂亮這樣子 然後 台灣的遊樂園一直以來都是 可能就是畢業旅行啊 還是什麼 校外教學 不然就是真的就是想去遊樂園 跟朋友去玩的時候會去 就是會去 然後 以前也不太常拍照 所以就沒有留意到其實台灣的遊樂園 也很漂亮這些事情 晚安 所以就 當天 穿了那件衣服拍照 其實就覺得說 六福村真的是一個很漂亮的遊樂園 然後現在也因為聖誕節 他們就多了很多聖誕節相關的 裝潢跟氣氛啊 包括他們一些甜點店 裡面的裝潢就很漂亮很好拍 然後還有一些 擺設 聖誕樹啊之類的 就是很多聖誕氣氛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聖誕節 所以 看到那麼多聖誕氣氛的裝潢 我其實心情還蠻好的 有玩設施的影片嗎 我們有一些影片啊 可是通常都是一個人在下面拍 不會就是 邊做邊拍 因為邊做邊拍應該沒有辦法 好可怕 我一開始以為我們要去兒童新樂園 然後他們就說 沒有啊我們要去六福村 我想說 喔要跑這麼遠喔 然後他們就說七點集合喔 我就說救命啊 完全無法著急 甚至我起來的時候 有一度想跟他們說 還是我 不要去了這樣子 因為我好想睡覺 可是去完的時候就 很慶幸有去這樣子 就是很慶幸自己有起床去 因為真的很好玩 還蠻好玩的就是 很多東西可以拍 就是心情很好 去完什麼就拍什麼 而且我們玩很多設施 但是 李彩傑不是也是嗎 因為我們兩個前一天就是 都蠻晚睡的 然後我們起來的時候就很痛苦 我們本來想要跟那個 因為子萱就說 他覺得 我們一定要搭到早上 八點九點的車這樣子 我們他一開始本來說要搭八點的車 然後我們剛好凹到九點 然後他才妥協 然後後來九點我跟李彩傑就想要再往後凹 然後他就說不行再凹就要十二點才可以坐車了 然後我們就喔好吧 對然後子萱就負責 一大早把我們一個一個叫起來 然後那時候子萱好像在刷牙吧 然後他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那時候躺在床上面 死亡狀態 我根本沒有聽到我的鬧鐘 所以還好他要打給我 然後他就說 你確定你可以嗎 然後我就 嗯 他說你確定你不會睡回去嗎 我就說嗯 我就很想裝死 當下真的就是想說 我好想睡我好想裝死 禮拜天欸 然後 後來還是用力的起床了 結果我並不是最晚出門的那個 對啊然後我們就一大早去拍 然後我們 對啊我們搭計程車去 但其實我覺得我們有點被騙 也不會說被騙 就是一開始去的時候還好 因為他 因為你搭接駁車去好像一百多 然後他跟我們說 兩百塊的話 哎呦 就是 大家計程車去的話兩百塊 可是我覺得說就是 欸 好像還不錯 就是因為 搭計程車去的話 他的椅子 好像蠻舒服的 因為他車還蠻大的台 然後我就覺得 還不用排接駁車那就去吧 然後我們就這樣打 結果回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在 閉緣的時間離開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很多人潮要回家 所以我們就 有點不想要擠那個接駁車 又再找計程車要回家 結果我們找 就是 我們湊不到 就是計程車實際上 他湊不到人 因為他沒有辦法 就是只載四個人 然後就只收兩百塊這樣 他說一定要湊多一點 他才可以載 然後他說就是湊不到人 他就問我們可不可以 先坐到總理火車站 然後我們再自己搭後車回台北 我真的非常後悔跟他們說好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搭接駁車的 你知道我們後來花了 就是等於我們花了 跟接駁車差不多的時間 可是我們超級不舒適的回家 一人兩百 然後 我們就這樣搭一個小時 欸 搭大概快一個小時的 計程車到總理火車站 因為他跟我們說 接駁車會塞車 因為現在 因為禮拜天晚上就是大家 北上的車流其實蠻多的 然後 反正他就載我們到 他就載我們到那個 嗯? 我往路是不是卡卡 什麼樣 他載我們到總理火車站 總理火車站 總理火車站好像只收一百多 他只收一百多塊 就是 一個人一百多 然後到了以後 我們就 還要在總理火車站等火車 然後就等火車 然後坐到北車 然後再搭回家 然後我要再騎車回去 就等於我 等於轉了四次車 我坐了計程車 再轉火車 再轉捷運 然後再轉我的摩托車回家 封掉 好 早知道之前騎到不爆封 那應該會騎很久 但其實很好玩 所以就算了 我們去玩蠻多奢侈的 我們一開始去玩那個 因為其實我是唯一車上有吃早餐的人 因為我買早餐在計程車上面吃 然後我們到的時候一開始去玩那個老幽靜 老幽靜就是一個車廂嘛 然後你坐好他就會帶你360度這樣轉 然後會讓你停在上面很久 然後你就會很想吐 他把你頭上頭下腳上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要玩這個 可是我自己又很想玩 因為老幽靜其實排隊蠻多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剛到的時候沒有什麼人排隊 然後玩完那一次以後就發現很多人排隊 所以還好有玩 然後那時候玩完的時候真的覺得天啊 快吐了 然後結果我們第二個好像去玩什麼雲霄飛車之類的 然後又去玩大怒 我們去玩消耗飛鷹 對啊 可是我覺得禮拜天去那一天 意外的沒有到排很久 消耗飛鷹排比較久 消耗飛鷹感覺排了兩場傳說左右 不然什麼傳說計時 假日人很多 假日其實我覺得禮拜天還好 那一天的禮拜天不知道為什麼還好 對啊 然後大家很多很好的拍很好的照片 然後我們就 非常的期待發照片給大家看的那一天 就是現在就是屬於選擇障礙 就是想說到底要發哪一張呢 剛剛在發的時候 還要在群組裡面問他們說 欸我要發哪一張當手圖 其實還蠻懷念遊樂園的 因為六福村我上次去好像是2017年 我高二的時候去的吧 然後那個時候 那時候在幹嘛 好像是寒暑假的時候去的 然後 那時候消耗飛鷹有開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做消耗飛鷹 然後我就覺得很可怕 因為我國中畢業旅行的時候 也有去六福村 可是那個時候沒有做消耗飛鷹 因為他那時候在維修 啊沒有我記得就是國中的時候 學校不准我們做消耗飛鷹 就是那個時候校外教學去六福村玩 學校說不可以做消耗飛鷹 就是我們國中的學生 被規定不可以做消耗飛鷹 因為他們覺得那個設施很危險 就是消耗飛鷹之前有上過新聞嘛 就是有人做消耗飛鷹是不是 就是暴斃還是發生什麼事 忘記了 不然就是出事情這樣 然後 那時候校房就感覺比較敏感 就不讓我們做消耗飛鷹 對我們那時候本來也是要搭5350 不知道反正他那時候就說不可以做 然後我們就沒有做 然後 後面上了高中跟同學去那一次 就有做消耗飛鷹 可是覺得還蠻可怕的 可是真的很好玩 可是他時間很短 再來就是這一次 其實台灣的遊樂園我去過蠻多的 我去過六福村去過 那個 力寶 可是那都很久以前 還有劍湖山 然後義大 兒童書樂園 還有什麼遊樂園呢 我還有去過舊的兒童樂園 就是以前的兒童樂園 九族文化村 阿遠熊我也去過 遠熊好像是我高一升高二的時候去的 還是高二升高三的時候 忘記了 就是有一次去花蓮玩 然後那時候就有去 我沒有去過這個 南天母森林遊樂園 這我沒有去過欸 酷 因為我還蠻喜歡去遊樂園 可是我以前去遊樂園 真的就是 喔小人哥我也去過 我以前 去遊樂園 真的就是為了玩遊樂設施去 然後這是有點 一半拍照 一半玩遊樂設施 因為那時候 他們就說要穿一樣的衣服 要穿dress code 然後他們就想要穿什麼 然後 他們就找了網路的圖片 然後我們就在想要穿哪件衣服 然後就決定要穿這一套 然後我們就選顏色 然後我跟韓韓 就選棕色的 然後Momo跟 子孫就選了白色的制服 其實我覺得Momo跟子孫他們白色那套看起來 就很像韓國的學生的制服 然後 我跟韓韓是比較日系一點的感覺 我們四個都同時這樣子覺得 你會玩恐怖的嗎 你的恐怖是指 就是刺激的 還是就是那種鬼屋之類的 麗寶 反正我覺得蠻喜歡的 鬼屋我不太敢吧 鬼屋 會有一點怕 我那時候玩義大的鬼屋 沒有到很可怕 可是我還是很緊張 就是我會自己嚇自己 我們那時候 國中的時候有一個 西門町有舉辦一個短期的鬼屋 他叫東京恐怖學院 然後那時候就有辦鬼屋在那個西門町 他是短期的 在暑假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國二我就跟同學去 然後我全程是害怕狀態 我不是今天去的 我是昨天去的 六福村的話 對啊最怕的是子兄 我們那時候玩那個什麼 那個密室逃脫 他快嚇死 真的是我們那時候玩密室逃脫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他有告知說那個 主題就沒有到很可怕 可是他自己會嚇自己 前天吧 喔今天 對對前天 禮拜天 只是我今天才發 因為還在選照修圖中 實際上還好吧 密室逃脫 我是覺得他沒有 就是不會有鬼 因為他的主題就是 那個主題就是沒有鬼 然後 他嚇人的地方 是有時候會有一些機關突然跳出來吧 就是還蠻嚇人的 他有時候突然關燈 或是突然開燈 或是突然有東西掉出來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他有一個假人突然掉出來 那個我有嚇到 就是 一開始 欸 就是到了喔 一開始最嚇人的就是那個突然關燈 然後 董子萱叫我超大聲 然後 我也被他嚇到 因為我很容易被旁邊的人嚇到 然後 後面有一個是 我跟 MOMO嗎 欸 我跟子萱在外面 然後我們兩個在解謎 然後 MOMO跟 韓韓兩個人在裡面 他們在接水管 就是在 就是他們要聽我們的指示 然後接水管這樣子 結果 他們接成功的時候 就突然有個假人 然後從門 就是門倒下來 然後那個假人就跟著掉出來 然後我跟董子萱就嚇一大跳 然後我跟董子萱就嚇一大跳 他到昨天還在講 那個密室頭 這麼多可怕 好好笑 他為什麼這麼怕 就是我一開始其實也蠻怕的 結果發現有人比我怕 還好 就覺得好像還好 我那種遊樂設施啊 就是那種很刺激的 我其實都不太會害怕 喔 我跟子萱有個共同點 就是我們兩個很討厭玩大怒神 就是那種自由落體那種東西 那種東西 不舒服 就不會想要玩 哎呦 他沒掉下來 我都已經換個招帶了 我們不喜歡玩自由落體 我也不喜歡玩九族的那個UFO 因為UFO他那個太高了 然後掉下來太快了 超不舒服的 帶你們還是玩了 沒錯 因為他不用排隊啊 然後 重點是他又在旁邊 然後他又算是六福村 應該蠻 代表性的一個遊樂設施 就想說玩一下好了 我跟你講就是李彩潔什麼都玩 可是他唯一不玩是海盜船 飛天摩潭有玩嗎 沒有那個太慢了 工作人員辦的比較可怕 有一次差點打包 你還可以裝 天啊 那工作人員可能會比較怕你 我覺得我們有一點就是 嘴巴上說不玩 可是我們實際上看到 還是會覺得啊難得來了 而且票又 付了票錢就是要玩一下這樣子 我們其實沒有玩到室內耶 所以我們都沒有進去室內 我覺得很好笑 一杯 我剛肩膀卡了一陣子 天啊 我去拿一下水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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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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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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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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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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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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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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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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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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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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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不知道去迪士尼我想逛什麼主題嗎? 我那時候常常去逛什麼 你說什麼主題是指什麼樣的角色之類的嗎? 還是什麼樣是那種 他不是有分那種什麼迪士尼樂園跟迪士尼海洋樂園之類的嗎? 角色迪士尼的角色我最喜歡的 值得思考 我記得小迪很喜歡那個吧?彼得潘是不是? 我在想我迪士尼公主裡面最喜歡哪一個? 小小兵算嗎? 我蠻喜歡因為我覺得小小兵很可愛 我很喜歡那個小小兵裡面有個他叫什麼蘿蔔嗎? 有個蘿蔔頭 然後他有一隻熊熊 然後那隻熊熊超可愛的 但眼怪也很喜歡 我對我也蠻喜歡那個玩具總動人 我最喜歡看的應該是小小兵跟玩具總動人 然後我最喜歡迪士尼公主好像沒有特別 我蠻喜歡 我蠻喜歡 誰啊 誰啊 我以前看最多變的是白雪公主跟彼得潘還有灰姑娘 可是我真的沒有特別喜歡哪一個公主 美女與野獸 美女與野獸 可是我在迪士尼會看到小小兵的周邊 就是你去迪士尼會看到他有一種小小兵主題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還有一個小小兵主題 然後還有賣小小兵的爆米花筒 然後就覺得超可愛的 小小兵不是環球的喔 那我喜歡玩具總動人 讚 尷尬 我以為小小兵是迪士尼的 你要不要拿番茄醬塗在熊熊的頭 然後高舉 可是我也有去過環球 那可能我搞錯了 因為我兩個地方都有去過 那時候 有去過 迪士尼樂園 然後我有去新加坡的環球 呵呵 喔 威尼也很可愛 小兵威尼 我有一個同學很喜歡小兵威尼 就是 他是男生 然後 他是我高中同學 然後他喜歡小兵威尼 小小兵威尼 他喜歡小兵威尼 到一個很猖狂的地步 就是 他後來 就是買機車啊 然後他後面都會貼很多小兵威尼的貼紙 然後他手機可以用小兵威尼的 然後他面紙盒也是小兵威尼的 就什麼都是小兵威尼的 就是他的車子的那種 那種打擋的那個東西 叫什麼東西啊 就是那個握的那個板 他也會套一個威尼的頭在上面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好多威尼 神推威尼 我自己是很喜歡 小 就是喜歡三利歐 我喜歡大二狗 玩具 什麼動員 我以前都很喜歡威尼 我覺得威尼很可愛 就是威尼吃蜂蜜 不知道我打飛熊嗎 我沒有打飛熊 我沒有打飛熊 為什麼都要用威尼 因為他超喜歡威尼 你不覺得被喜歡的東西圍繞著 就是一種很幸福的事情 晚安 反正我個人超喜歡威尼的 不是我個人超喜歡大二狗的 他超喜歡威尼的 連肚子都要跟威尼一樣 我們家以前會買那種 迪士尼的那種 CD片 光碟 然後就是 以前不是都會看DVD嗎 用DVD機器看DVD 然後小時候就邊吃晚餐 就會邊看迪士尼的電影 然後就可能一部都看好幾次這樣子 然後不然就是假日在家裡很無聊 小時候然後就會說 要看 然後媽媽就會給我一疊那種 它有一本 那種裡面都放DVD 它是一種那種 一大本的那種 很像相簿的東西 它裡面是放DVD一片一片 然後你就可以一邊一翻 說你今天想要看哪一片 還用跑車讓它倒帶 進來了 我們家以前也有錄你帶 就是 真的在記錄我 小嬰兒的影片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燒成錄影帶 我有很多 小時候的影片 就是那種 從嬰兒時期到 至少到小學 到國中前的 影像都保存在我家 我爸後來還把它摳在 網路上面 就是他把它摳在那個 電腦裡面 對啊我沒有去大賣場 買很多那種 新的迪士尼電影之類 喔 我弟很喜歡那個 汽車總動員 他小時候超喜歡 汽車總動員 然後我們家小時候 因為汽車總動員 有很多角色 就是他有好多台車子 所以每一年 就是我們家的人都不會 煩惱說今天要 這一年要送弟弟什麼禮物 因為就是弟弟 只要收到那個 汽車總動員 因為那時候 TOMICA還是什麼 有跟那種 汽車總動員合作 然後他們就出很多角色的車子 然後那時候在 超廂之類的地方都買得到 然後玩具店也買得到 所以那時候家人就是 每一年就送他 大家都送一台這樣子 然後他就有很多很多 汽車總動員的角色 卡俏 數碼化 對 逐漸數碼化 可惡想看 所以如果 有機會再給大家看啊 卡俏 弟弟超喜歡 然後我那時候很喜歡那個 沙莉 就是他裡面有一個女主角 他是一台寶石姐 我到現在分車子 我只會看寶石姐 可能就是因為那部電影 然後 我那時候也有拿到一台 就是沙莉 他是藍色的寶石姐 就是一台沙莉的汽車 可我已經沒有在玩他 我就送給我弟 而且那個時候 就是 他叫什麼 他叫做 CARS 他叫汽車總動員 可是他英文叫CARS 然後就是那個 電影裡面 他有一台 大貨車 他叫麥大叔 他是負責運送那個 主角麥坤 去很多地方比賽 就是類似他的休息室這樣 他是個大貨車 然後那個時候就 大賣場也有在賣麥大叔 然後那時候 麥大叔是最夯的一台車 因為麥大叔 就是他打開 他可以就是這樣 打開他的貨場 然後裡面就是有很多那種 麥坤可以休息的地方 還有就是可以幫他洗一洗啊 還是可以幫他加油啊 之類的就是有很多 有的沒有的小零件 然後那時候我第一收到那個 那個麥大叔 他真的是興奮至極 我都永遠無法忘記 他那時候很興奮衝回家拆麥 可是他現在感覺已經遺忘那種東西了 就是現在那些玩具都已經 因為我爸捨不得丟掉 可是我爸 我弟其實是一個很容易斷舍離的人 就是他會完全不留戀的說 丟啊沒關係啊我不玩了這樣子 可是我爸會捨不得 所以我爸就把他默默的藏在家裡的某個地方 然後我弟的房間現在就是充滿了電腦 那個卡車真的超漂亮 我覺得那個卡車真的超厲害 他就是很還原電影裡面的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很讚 我覺得有那種玩具的童年的小孩子很幸福啊 現在就是很容易就看到 年紀很小的小朋友 手上就是手機啊之類 還是平板電腦啊之類 就是感覺他們現在 小朋友玩玩具好像都玩比較少 都在玩手機平板比較多 對啊我是一個捨不得丟東西的 我在小學媽 我一直到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開始常常要自己去一些地方上課 還去一些地方 要自己回家的時候 我媽才開始給我第一台手機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手機還是就是 不是那種智慧型 我媽不給我智慧型手機 她說只能弄按鍵型 因為這台就是只給你打電話用的 聯絡這樣子 然後 所以我到小學就是 會玩玩具啊之類的 然後看書 小學就看很多書 然後 小學也很愛 出去 公園玩 就是會去學校 放學以後學完功課會去學校玩 就是會去學校找同學玩 然後就是可能會打球啊 盪球籤啊之類的 還是去 踢踢球 跑跑操場這樣子 然後玩到晚上 再回家洗澡 然後就睡覺 然後迎接隔天這樣子 然後 到了國中開始 國二的時候 國一的時候 換了一台智慧型手機 因為那時候一直錄 然後我爸受不了 然後生日的時候 就送了我一台智慧型手機 一台三星的智慧型手機 然後那時候就 很開心很興奮 每天都在滑手機 因為就是一直玩那個 忍者切水果 那時候 好像很流行那個遊戲吧 那時候就是每天一直在玩那個切水果 因為我覺得太有趣了 因為我阿姨就是 我有個小阿姨 就是她有 她是一個 iPhone迷嘛 就是她那時候 我還在滑那個 按鍵手機的時候 她就已經換iPhone了 所以有時候我去我阿嬤家 就是去找她之類的 我就會一直玩她的手機 然後她那時候手機上面就是有 載一款遊戲叫做忍者切水果 然後我就是每次都會玩 她很喜歡玩 憤怒鳥 跟忍者切水果 所以我每次開 就是我說阿姨可以借手機玩嗎 阿姨就會借我玩 然後我就會一直玩那個切水果 然後我就會 很羨慕她可以玩切水果 然後我就 拿到第一台智慧型手機後 我就馬上下載那個切水果遊戲 然後我就每日每夜也在玩它 就是一直在切 我朋友就說那個有什麼好玩的 不就是在切水果嗎 我說你不懂 然後我就一直切 對切水果不用網路 而且切水果 就是你到後面還可以買新的刀片 然後你還可以就是 換新的場景 然後我就覺得 喔很有成就感這個遊戲 就很開心 然後就一直玩 我那時候還有玩那個 鱷魚愛洗澡 就是 有個鱷魚要洗澡 然後你要幫它通那個水管 反正這就是我那時候 很瘋的兩款遊戲 然後那時候也開始拍照 就是自拍阿 雖然那時候都拍一些很瞎的瞎美照 我真的覺得那時候到底怎麼會用那種表情 跟那種姿勢 跟那種濾鏡拍照呢 瘋掉 我不知道我對於現在的小朋友 要抱著羨慕 還是抱著 怎麼樣的心態 去想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就是 嗯 以前的 就是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以前 比較少玩手 就小時候比較少玩手機 可是我們到了比較後期 來開始學會打扮機 跟學會拍好看的照片 但是這些 因為現在比較新世代 比較年輕的弟弟妹妹 他們現在就是 很小就開始接觸手機這種東西 所以他們就開始 注意學習 比較早 提早開始學習打扮嘛 所以自然他們的黑歷史 就留的比較少 對 五名小站那種 我那時候還會用五名小站 那時候其實我不會用 可是是我表姐她們一直用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我是妹妹 所以我就很想要 對雖然我在家裡是大姐 可是其實我在家裡面 算是小妹妹這樣 我是家裡最小的女人 所以就是 我上面有很多姐姐 很多表姐之類的 所以我就會一直想要跟風 就是他們做什麼我都要學 然後就看到他們在 辦那個什麼五名小站 我跟你講我根本沒有什麼 事情可以分享 可是我也跟著辦了一個 五名小站 然後我根本不會用 因為他那時候要輸入什麼語法 那時候五名小站有名 就是你要輸入很多語法之類的 就是會有很多人在網路上面 分享說 你輸入這個語法的話 你就可以有什麼音樂播放器 你就可以有什麼相簿 你就可以有什麼表格之類的 這樣有閱歷年歷啊 這種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就完全看不懂 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 即時通 然後 我姐那時候就常常會教我 然後他還會跟我講說 就是喔 講講 然後我那時候第一首放的音樂 是 小賈斯汀的Baby 我就覺得好好笑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我姐姐他們都很喜歡聽韓團 然後我那時候都很喜歡聽小賈斯汀的歌 然後我就一直聽那個 Baby Baby Oh 我不會唱 忘記了 可是我前幾天還在聽 可是 後來就沒有在用 我真的五名小站完全沒有拿來幹嘛 我就是 放著我就很開心 我根本沒在更新 因為我不知道我可以打什麼 然後我以前也很喜歡傳簡訊 而且我傳簡訊都會很恭敬的傳簡訊 我就覺得很好笑 就是我以前傳簡訊 會打柏林鏡上 我就想說為什麼簡訊要打柏林鏡上 對 即時通 即時通那時候好像是我鄰居的一個姐姐在玩 然後他就幫我辦了一個帳號 然後我就很興奮在玩 然後 我能聊天的人就是那些姐姐這樣子 因為跟我同年紀的人好像沒有那麼快辦 這些帳號 所以我就 只能跟一些姐姐聊天 然後我媽就是說 喜歡恭哥可以玩即時通20分鐘 這樣子 然後我就趕快上線看他們有沒有上線 有上線趕快跟他們聊天 而且即時通還可以 我覺得即時通其實是一個蠻漂亮 蠻時髦的通訊軟體 因為它就是可以改變那個字的顏色 就很漂亮 我很喜歡 可是大家現在都在用 大家現在都在用來 身為00前的末世代 1999年的我 有非常多的童年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超喜歡即時通 然後 還有那個 番薯 番薯寶寶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在玩什麼 它叫什麼 小番薯的家嗎 還是什麼 小番薯 養小番薯 我記得我媽那時候也不給我養 我媽說不要亂養寵物會死 我就想說它不是網路上的嗎 對 就是簡訊很貴 我以前 也是不太喜歡 我媽也不太喜歡我寄簡訊 我覺得真的很方便 現在就是有LINE這種東西 我現在唯一會寄簡訊 就只有那個1922這樣子 那時候還有那什麼 什麼史萊姆的第一個家之類的 然後就可以玩很多小遊戲 那時候我又玩威武獨尊 然後我又玩跑跑卡丁車 其實還蠻多東西的 遊戲天堂 皮卡丘打牌跳 我有玩過破壞螢幕 我跟你講我昨天才在 我昨天還在玩 我昨天做完那個學校功課以後 我就突然把遊戲天堂打開 然後我發現我唯一能玩的遊戲就是 就是電腦終結者 就是電腦終結者 它就是一個 你的電腦當機 然後你要對那台電腦洩憤的遊戲 我覺得我的 我覺得我的 就是這個年 這個時代跨越 這個 時代跨越的 大概就是在我國中的時候 就我大概國一的時候 開始感到 感受到那個智慧型 手機在流行這件事情 太復古了 喜歡功課玩這個 對 我那時候真的是想說 嗯 我好久沒有玩電腦 因為我平常筆電 就是拿來做學校的功課 這樣子 所以我不會拿 我其實很少玩電腦 就是我很多同學都會玩什麼 Apex啊 英雄聯盟 就說欸你要不要一起玩啊 然後我想說我 就是 還好 我比較喜歡玩PS4 我對這種 電腦遊戲還好 我就沒有玩 而且我覺得我的電腦的空間也不夠 因為我的電腦就不是專門拿來打遊戲的 然後我就存了很多有的沒有的東西 所以我的 對 我的電腦就是跟我的手機一樣 就是很喜歡呈現有的沒有的東西 所以就佔了很多空間 我昨天有嘗試把Apex下載下來 可是我發現我的空間根本就不夠 他說Apex要70幾G 然後我的電腦剩下40G 我就餓了 然後我就放棄了 我就玩遊戲天台 追劇啊 追劇啊 我追劇是用另外一台 追劇是用MAC和那一台追 Apex檔案超大 對我們這年出生真的是借於兩世代之間 我覺得很好 因為我們都可以體驗到 我有兩台 一台是我自己買的MacBook 然後另外一台是我弟淘汰不要的筆電 然後那台筆電是A色的嘛 然後我就會拿來做學校報告 因為 它有比較多那種內建的那種 Word之類比較好用 然後 MAC那台就是拿來錄音啊 不然就是拿來 看Netflix 我們那時候還有什麼懷念的東西嗎 好像沒有 到國中以後就開始下載那種什麼B6 那時候有B612嗎 是B612之類那種拍照軟體 然後那時候就很想跟同學那種 就是拿那種貓臉拍照啊 幹嘛 然後不然就是 那時候一定都要就是撿妹妹頭 然後 就是要嘟嘴啊之類的 不然就是要鴨子嘴 鴨子嘴真的很醜 對不起 可是我自己真的覺得鴨子嘴不好看 剛剛你長得好像兩三四台的感覺 蝦妹時代 欸我那時候的國中真的是蝦妹 嚇到一個爆欸 可是Rushika的風格其實真的很多 我覺得 而且主唱的聲音也很好聽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蠻好推坑的歌 樂團嘛 可樂機 爺爺遊戲機 對啊 就是以前 我覺得以前麥當王的那種 兒童餐裡有玩具嗎 會比較有趣 現在都還好 鴨子嘴真的很欠的 鴨子嘴真的很 然後 這樣就覺得 是在 是在哈囉這樣子 就是 以前的人都很喜歡這樣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以前會覺得 喔 好可愛啊 那些姐姐怎麼那麼會擺表情 然後我現在都覺得 還好我當初沒有這樣子 就是以前就留這種厚厚的瀏海 然後就是要這種角度這樣子 然後就是 就是在那邊憋嘴 就是一定要憋 然後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要 好 ネイル可愛 ありがとう 新鮮 欸 好像不太會跟家裡吵著說到什麼東西 我覺得我都是一個時期一個時期 捷報 天啊 別亂來啊 我好不容易保持國中都沒有這種 鴨子嘴黑歷史的 我應該沒有鴨子嘴黑歷史的 我應該沒有鴨子嘴黑歷史吧 我現在在思考自己這個問題 然後 我以前很愛嘟嘴 我以前很喜歡在那邊 拍照要嘟嘴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好像發自己 玉米虛 我不會弄玉米虛 因為我根本不會用 我記得我以前 因為我家裡有很多表姐 然後我跟妳的表姐最好 那個表姐年紀跟我很減 就是她跟我差三個月 可是她大了我一階這樣子 可是 我跟你講就是我以前 曾經跟那個表姐講話 然後我被她傷到過 就是我那時候很想要跟著她 然後那時候我表姐 進入一個叛逆期 她那時候上了國中 然後我還在小六 這樣子 她那時候國一 然後我小六 然後她有天就跟我講一句 我覺得妳已經開始跟不上我們了 妳太小了 妳是小朋友這樣子 然後我就 超難過這樣子 可是其實後來想想 我跟她不是才差三個月嗎 現在是小孩 我吵著叫媽媽買柏林生血 真的嗎 反正我國中的時候 就拍很多很好笑的照片 然後我還會拍那種背影照 然後就打出什麼 我記得那時候 就是那時候不是大家都會用那種通訊軟 那種 就是那種 那叫什麼 社交軟體之類的 就是大家都 社群軟體 社交軟體 社群軟體 就是 那時候大家都很流行在社群軟體上會po文 然後那時候我就 po說 po背影 早就po說一個人也可以很快樂 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什麼 不然就是很想po 再多的道歉也晚不 也換不回一句沒關係 之類的就是那種什麼 就是這種很奇怪的話 你知道嗎 就是我會覺得我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然後 我就是 就是那時候發完那種 而且我那時候還有加我班導好友 就是那時候國中的時候 我的社群軟體都有加我班導好友 而且是我自己去加的 然後我 就是班導還會在我的那個 就是班導還會在我的天文下面 關心我說 最近發生了什麼事你還好嗎 之類的 我就覺得 嗯 然後我要回老師我沒事 謝謝老師關心 然後我就 現在回去想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說 呃 我那時候其實根本沒發生什麼事 我就只是想不到發什麼 所以我就 放了一些奇怪的話這樣子 那時候真的很腫了怎麼辦 好丟臉喔 對啊 班導還在下面開導我 他就說 就是 認知到自己的錯誤 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表示你有在進步這樣子 然後 我想說 所以我那時候到底做錯了什麼 我自己也想太起來 好 休止了我可以喔 真的很丟臉 我現在想起來臉還會熱熱的 喝個水 可能班導就會覺得 天啊這小孩很 很憂鬱欸 好英語喔 怎麼都一直發這種文 對啊我的班導人還蠻好的 給人我蠻多關愛 哈囉我在直播 爸爸進來了 沒有基本上不是縮起來的 沒有現在已經都不在了 太好了 波爸 不要開始刷波爸好 是怎樣 請大家看著我就好了 謝謝 趕緊去曬黑歷史 天啊這 但他其實也是一個好的回憶啦 是吧 如果他被挖出來可能就不是了 我不知道我那時候還會做什麼事情 我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其實還不太會用IG 就是我國中的時候 我到國三的時候辦了我第一個IG 人生第一個IG 然後 那個IG現在已經不在了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不會用 而且我那時候都用一些很醜的濾鏡 就是很像那種PA2.5超標之類的 就那種 綠綠朦朦朦的濾鏡 你們懂啊 就是那種 有年代感的濾鏡 很像就是空氣品質很差的感覺 我也是國三的時候辦了 那時候就大家說 喔 IG很好用 就那個時候IG那個符號還是咖啡色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辦了 前陣子IG不是就是可以改圖像嗎 然後我就把它改回那個咖啡色的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哇好有年代感 就是 慶幸無名觀的超多美麗 我覺得搞不好很多人都很慶幸這件事情 可是當初很多人就是在無名上面爆紅 而且很多證沒在無名爆紅 然後現在也很紅 大家晚安 以前國小的那個電腦課啊 還會教大家就是 怎麼用 部落格 然後就會要大家每天都要發文寫日記 然後我就會想說 我每天都要在聯絡部寫週記了 我還要在電腦再拍一片週記 你知道怎樣 所以我每次那個聯絡部週記 都會跟電腦週記寫的一模一樣 我就直接照抄 欸隨意我好像是欸 以前好像是隨意我 直接這種東西 就好久沒有聽到的名字 還有 以前是隨意我跟無名 可是現在真的很少人會在發部落格 現在感覺大家都是IG啊 臉書啊 這些這種東西 在用 我爸用我的臉書帳號跟里長說 哪裡要改善出草之類的 太尷尬了吧 喔 喔 就是我媽 就是 以前就是用臉書的時候 就會常常看到我媽就是會發一些長輩圖 或是就是 就是很多長輩都很喜歡發長輩圖 不是嗎 然後 我媽也會這樣 就是我媽很喜歡發長輩圖 然後我媽還會傳給我 然後我就噁 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媽 以前也是跟我一樣嘛 就是很少在用這種社群軟體 然後一直到後來 我開始在用了以後 然後有一次就介紹給我媽用臉書這樣 然後我媽那時候就辦 因為我媽其實跟我爸一樣 就他們很注重個資這樣子 所以 他們其實就是很少用社群軟體這種東西 然後是我在我不斷的勸縮下 我媽就有點被打動這樣子 然後我媽就辦了她的第一個臉書帳號 然後去加了很多她的 就是 加了很多她的大學同學啊 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還有去加她的好友 加我這樣 然後她後來就開始被那個 她就開始被那個 長輩圖圖讀 然後她就開始每天都要發長輩圖 她就發那種蓮花圖給我 我媽根本就還不是發長輩圖的年紀 然後她也超不適合發長輩圖 可是她就好愛發 而且我覺得就是 就是父母跟長輩都很喜歡發那種 就是 那種資訊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 大家傳來傳去說 喔這個東西不好 這個東西好 怎樣怎樣 就說 不要相信這個之類的 這是詐騙 就是這種 就是這種沒有被證實的東西 就是長輩都很喜歡傳來傳去 然後我就會很擔心他們會不會就是 悟信一些不實的 不實的消息之類的 你可以發茶給他們 我有送我們的貼圖給我爸 可是我爸根本沒在用 唉唷 我們來看下播前她到底要吊幾次 我剛才也太當自己家了 我剛喝水表情好臭 還有一些美食貼文 欸只有我爸媽講 我覺得要看耶 就是如果是很常出去玩的人 應該就會很喜歡貼這種東西吧 我爸媽 我爸媽 我爸應該不太喜歡 我爸喜歡就是 我爸有時候 每個禮拜都會回Polya家之類的 然後他就會發一些 他在除草啊之類的 喔我跟你講 跟你們分享就是前幾天 因為我們家Polya家就是後面有個 草 草地嗎 然後它是一個蠻空曠的地方 因為那邊附近又都是田地 然後 然後 我爸就是在那邊燒東西 我不知道他在燒什麼 然後他跟我弟一起去 然後他們兩個就拍了一張合照 就是他們跟火堆的合照 然後我就瞬間覺得 他們很像什麼縱火殺人犯的感覺 你懂啊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照片看起來超危險的 你們懂嗎 就是他跟我爸 我弟跟我爸就兩個人勾肩打背這樣 然後就是這樣拍一張自拍 然後後面就是一團熊熊烈火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超級像什麼 母康的殺人犯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好可怕 我就摸摸把照片關起來 然後 後面 後面他們在跟我視訊 然後 我爸視訊 然後他就給我就是那個臉 然後又對著那個火這樣跟我視訊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他真的好像什麼那種 拍那種恐怖影片那種 殺人魔之類的 然後拍那種縱火畫面 給我看這樣子 然後又他是那種西方人的臉 就會覺得他看起來超像犯人的 超恐怖 然後我還嘗試就是把他的眼睛打馬 看起來會怎麼樣 然後看起來超恐怖 就把那個照片默默的刪掉 他還跟我說什麼 男人的浪漫 這就是男人的浪漫 不能亂燒啦 上下很容易被檢舉耶 感覺不爸就是一個很難講的 很難勸的人 你不懂就是 為什麼要打馬 就是你當下會有那種衝動 懂嗎 你看那個照片你第一個聯想到 就是會覺得他很像犯人 然後你就會很想要幫他打馬 所以你會想要看看到底 像不像犯人 你就要去證實這個事情 所以你就要先有個行動 就是先打馬 然後打完以後 嗯果然很像 然後再把它刪掉 這是一個衝動 我當下真的覺得天啊 完蛋 這個照片絕對不能外流 不然感覺會出事 唉 然後他晚上要跟我弟去吃 烤肉 就是伯爸跟伯弟很喜歡兩個人 一起去 南部走走 然後不然就是去哪裡走走 然後就是一起去吃個沙 神秘縱火飯 對伯爸是一個良好公民 請大家不要誤會 你很喜歡打馬耶 其實你是被你馬 欸那個不一樣 那個 那個是因為我想要 就是帶有神秘感 不想告訴大家 就是這麼快告訴大家就是 合作的對象是誰 然後就打完馬 發現不行 超像某種做錯事的人了 因為不好意思 我那個免費的剪片軟體 他就只有提供那種 犯人的馬賽克 我最近有就是跟小琴詢問到一個 是不是新的不用錢的剪輯軟體 然後感覺很有質感這樣 就是他最近 不是PO了很多 就是他自己剪的影片嗎 然後會覺得 哇質感太好了吧 然後我就一直問他說 你用什麼剪的 然後他就有告訴我這樣 馬上傳親戚群組 對啊 我有嘗試把自己打馬 我發現我自己被打馬也是超像犯人的感覺 是什麼 我可以忘記名字了 下次跟大家分享 你們可以問小琴看看啊 我覺得他應該會講 免費也太佛了吧 我覺得很多軟體都是免費 然後他裡面一些字體 還是什麼特效會跟你就是收錢 就是你如果付費的話 就可以使用全部的字體跟特效那種東西 我之前是用InShot 然後InShot的馬賽克只有一種 所以我就把InShot刪掉了 可是InShot是賠了我很久的一個軟體 它是賠了我很久的一個APP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喜歡InShot 只是如今該分到揚錶了 我要航向新的天地了 我在追求有質感馬賽克的軟體 希望之後不要再遇到 需要馬賽克的影片 需求是好看的馬賽克 請大家設計一個好看的馬賽克給我 你們有去看小情劍的影片嗎 就是他們那個Sakura的那個影片 我就把它全部看完 我就覺得哇真的是很好看 還有那個就是 記者會的影片是小情劍的 到底讀愛馬賽克 這麼愛 超級愛的 副評嗎 賽克只有一種分的APP 笑死 天啊 意思掉兩邊 我需要喝點水 說了好多話 我今天一直有一種 喉嚨種種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下個禮拜要去打第二劑疫苗 我就想說 因為 因為不是就是最近又可以約新的疫苗嗎 第17 第17期 然後我就約了 然後 可是我不想要在公演前打 所以我想說那就跳完公演後打好了 天氣有關係嗎 我也覺得是扁桃線發言 不是不是是打BNT嗎 對 所以中間只隔一個月 我上次打是栗子生日那一天 然後 大概隔了一個月左右 他說12月3號後就可以打了 所以我就約了 下個禮拜 對 對啊 公演打這樣太危險 我怕我會直接 全磨亂舞 對啊我聽說BNT的副作用好像就是 第二季的副作用會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就會是疲倦感 你嗎 因為我第一季真的沒什麼 沒什麼影響 因為我第一季的當下 其實沒有 不舒服的感覺 就是 手痠痠的 可是我其實沒有不舒服 大丈夫 大丈夫です 打完機好好休息 謝謝 謝謝 大家都是打什麼 打莫德納有送沙沙口罩跟熱狗 不是聽說莫德納要過期嗎 有一批莫德納要過期了 靈魂燃燒狀態 是發生什麼事 我看我剩幾% 我剩9% 我應該撐得到 再撐個12分鐘撐得了嗎 如果不行我再拿從電器 因為我已經目睹過一個朋友打AZ的狀態 然後他打完AZ第一季 直接燒到一個生不如死 然後我就覺得好可怕 我就不敢 不敢去打AZ 我一開始就約AZ 其實我一開始本來是想打AZ 因為我一開始想說就是 約到什麼就打什麼 然後一開始就約到AZ 然後 之後來我又填一個表單 就是 家附近的診所我填表單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打電話說 欸就是BNT有殘跡 如果你要打他 因為我那時候約AZ的時候 是約到期中考 附近的時間 然後我就有點擔心說 期中考週去打AZ 會不會影響到我考試之類的 然後 就是 真是我打來就說 欸有BNT的殘跡 你要不要打 他就說 我就想說欸如果我在 期中考前打完 BNT好像也不會有什麼副作用 然後這樣應該比較好準備考試 也不知道不會有什麼意外 所以我就想說 那就去打BNT吧 對於沒有明顯副作用的事嗎 為什麼 我覺得沒有副作用比較好吧 有副作用好可怕啊 我就看那個AZ我朋友燒成這樣 我就覺得完蛋了 而且他也一個人住在台北 然後就要 就是因為我是唯一 住在他附近的人吧 所以我就 趕快去照顧他 然後就 幫他買一些喝的啊 買一些黑熱的貼之類的 因為他就說他吃了好幾顆普拿藤 我說不要亂吃普拿藤了 因為普拿藤其實 中間要間隔很久才可以 好像間隔8小時嘛 我不知道盒子上面都有寫 就是普拿藤的 第一顆 跟下一顆 要間隔好幾個小時才可以吃 所以 真的不要亂吃 很危險 兩劑BNT打完沒什麼副作用 那期待我也不要有什麼副作用 你 畢竟能沒事 就是他還是希望沒事啊 而且普拿藤吃久會有抗藥性 我有個朋友他就是 很容易頭痛 所以他就必備普拿藤 然後他已經吃到 就是有抗藥性 就是 他吃會覺得沒有feel 就是他會覺得 嗯?我剛剛有吃嗎? 就頭痛沒有減緩啊 我去拿個充電器 先拍一張 欸 我的海報 欸 呦 討厭 等一下 我知道怎麼入鏡 哎唷 熊熊在起床 熊熊 對不起 我把你的 飲水機的插頭拔了 因為我想充電 來吧 成鏡頭前的各位 打個招呼 他剛起床 大家好 我是博熊熊 這麼可愛的小熊熊 這麼可愛 香啊 他現在變很長耶 我給你們看 他現在就是 超長一隻 他已經六個月了 不准 不准對那個海豹出手 你給我出手 去旁邊 謝謝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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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有遮到我的 哦 沒有遮到我鏡頭 一笑死 嗯 請稍等我一下 我有點事 等一下哦 我在幫熊熊接他的飲水機 幫我的貓渴死了 來 你不要手擋個出水孔 奇怪了 我有接到嗎 等我一下喔 我回來了 可是我現在頭髮很亂 因為我 等一下 我要幫熊熊接飲水機 拜託不要再倒了 我已經承受不是故第二次的事故 我換個插電 有水喝 有水喝 快喝 天啊 我整個 剛剛發生什麼事 剛剛 好 我收夠了 因為用紙膠帶黏它比較不會傷到海報 因為晚上都好慣了 都好 現在六分鐘 沒關係 我們可以再講一下 熊熊最喜歡的前兩名是肉泥跟海報 對 它現在 興趣 喜歡的食物是海報 好好笑 它剛剛就很想喝水 然後 而且它是很剛好 就是我剛好把它 飲水機的插頭拔掉以後 然後 它就給我跳下來起床 然後它就要喝水 然後它還 它就是看到沒有水了 然後它還不是就是算了 然後走掉 它還在那邊一直在那邊摸那個 就想說 快點把我的水弄出來啊 然後我就 喔 好喔 喝完舒服啊 很深懶藥 這個短短的小貓咪 我給你水水喝 你要跟我說謝謝啊 對 海報不是食物成功不行喔 好 它已經把我的一秒一秒一秒的海報啃出一個洞了 但它太可愛了 所以我們只好原諒它 天啊 我的海報真的很歪耶 我要重新的把它長上去 好想要去跟 大家拿一個新海報 好 它比較正了 好 剛剛的海報之亂終於結束了 還有充電之亂 繼續回到我們剛剛的主題 我們剛剛的主題嘛 是啥 我們剛剛的主題嘛 是啥 蹦蹦樂的樣子 謝謝 謝謝 傻眼 恩 剛剛講到 有 疫苗嗎 是 我忘記也會忘了 反正 疫苗 下禮拜打 希望一切順利 讚讚 然後 再來就是 我們的 周末的公園 大家就是 UNIDACE的公園是在 下午一點 禮拜要下午一點 那舊的海報可以送了吧 隨機抽啊 沒有 不行 它也是我的 它是 如果我拿到新的海報 那那個就是熊熊的海報 讚讚 小孩一秒就一陣天選地轉 這下午一點的吧 我們是下午一點吧 我們是下午一點吧 一定要餐的啦 成員稱名海報很營養 吃啊 吃掉 它這樣會擋住我的特效 算了 我的熊熊 我的熊熊頭 最後應該會很想看到我直播帶這個東西 因為我很 本人盛世滿意 我還有另外一個眼 我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給大家看 可是它其實很便宜 然後品質也沒有到很好 可是就沒關係 但是它就是帶著 另外一個顏色跟頭髮顏色有點相近 所以它會完全讓我變成一個熊熊型態 可是我頭這邊看起來超像塗一塊 感覺可以看衣服配色吧 來 可以瘦臉 沒有 我亂講 可以瘦V臉 所以大家就是 它可以變成 臉部按摩器 太軟Q了吧 當然 很多 應該還有很多膠原蛋白 我們只要再忍一下就可以了 下一項間 的棒 下一項鑽絲棒 希望它不要再屌 天啊 好的 我們不可以瘦臉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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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名 謝謝RTY 謝謝RTY 謝謝你 接下來是第一名 噔噔噔噔噔噔噔 謝謝 噔謝謝阿正 謝謝 讚啦 我們在公演前還有去直播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公演了 禮拜四會唱歌嗎 可以阿 可以彈吉他唱歌一直 因為我們今天 小床在睡覺 大家辛苦了 謝謝大家今天來看我們直播 那我們 禮拜四見 大家晚安 今天才禮拜二是不是 那還有一段時間才會見面 還有幾天 大家就可以 去我的IG 看我的新貼文 然後可以去留言 大家可以多多鼓勵伯樂每天發文 哈哈 所以大家就要多留言 哎呦 我要一邊黏著他一邊講 對 大家趕快去看IG新貼文 然後可以去按讚 按讚 然後 最後應該也會繼續更新 謝謝Steven浪漫星空 謝謝 然後 再來就是 握手會 握手會 不是握手會現在就是 還是三次有種水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甜甜看 歡迎大家來找握手 哎呦 有技品文 有技品文 他不算技品文 有技品 就是如果開第二部的話 就會 在第一 如果成功開了第二部的話 就會在我的第二部 這樣講是對的嗎 因為我的第一部是開在第二部 反正就是會在原本最一開始開的那一部 就是會綁雙馬尾這樣子 所以 希望你其他可以跟大家見面 歡迎來甜甜的握手會喔 掰掰 晚安 祝大家有個好夢